之前我們說 希望會有一些巨企的投行出現 一至兩間 所以大家就有這個幻想能力 會不會有一些拼購重組 這些狀況出現 即是一加一等於二 當然一加一就未必等於二 或者等於三 因為他們的協同效應可能高 所以大家就開始想 如果在現階段 因為其實很多的券商股 坦白說都是一個低位 但是你看到上一次八月 你說炒這個刺激股市的一些政策 減印花稅 八月那時候不是炒過一圈的 但是之後也都無意為計 要留意了 若果出了一個陰燭 應該就開始還原了 但是今天來說都還不是的 很多都還是落力地炒 若果拿著一些在低位的券商股 其實我覺得是無防的 風險度不是太高 當然若果一隻升了接近8%就通進去追 那當然回吐壓力可能會比較大 但是假當你真的是城市 其實都會錄得比較好的帳幅 所以大家才會有這樣的搏的情況 若果那些券商股可不可以繼續留意呢 我覺得可以的 因為始終 因為他們都跟內地股市走 其實內地股市都三個市加起來 連上去板其實都維持著 保持過萬億 其實他們的收益都我覺得今年都算是OK的 所以就這樣炒業績 其實都可以帶來好的一個狀況 再加上如果有個真正成功拼購 那其實他們爆發性就大了 所以小駐坑下去 我覺得有無防 那當然他們是比較被動 那其實駐馬要控制住 不需要買太多貨下去 或者不需要買太多隻 因為你猜不到哪隻 唯有買龍頭那些 那可能會較為之理想 好 中文字幕——YK